HELLO 观伴大家好 我是编冻 那这一礼拜韩服的更新呢 算是还不错哦 因为这礼拜开始有一系列的夏季活动 要来跟大家分享 除此之外呢 之前魔剑式推出的时候 有推出一些武器吧 那在今天的改版之后 也新增了新的武器 关于符文件的一系列收藏 我们稍后跟大家分享 首先呢 第一个活动是他们即将在这个下个礼拜 就是8月12号这一天 会进行一次的直播 但是这一次的直播呢 主要不是改版消息 而是要跟玩家分享一些 关于玩家们在游戏里面的一些故事 所以他的名称呢 叫做在雅丁闪耀的夜晚这样子 好再下一个活动呢 就是这个龙之沙漏啦 那龙之沙漏跟之前的活动 其实也很像啦 不过这一次 它是一个冰的龙之沙漏这样子 这个活动呢 就是说你只要在任何地方 干掉500只怪物 就可以去获得这一个箱子 那这个箱子里面呢 会给你一个龙之沙漏的选择箱 还有10%的这个成长药水 那几率的话 会拿到一些龙之钻石 或者是龙之圣水 那这个龙之沙漏的选择箱呢 你可以选择 像左边这个的话呢 就是一些特殊地尖啊 或者是刨弃之地啊 梦幻之岛 就是服务内的一些副本 那右边这个的话呢 就是跨服务副本 它的效果呢 都是让那边的经验值增加100% 再来下一个活动 就是它可以有一个活动的这个道具制作 你只要收集类似这个魔力气息的这个东西 就可以去换到对应的奖励 比如说龙之钻石100颗 技能数的抽卡箱啊 或者是这个硬币选择箱等等的这些东西 这个活动呢 会持续到8月14号 接下来呢 下一个活动呢 就是古代沙漠 这个是目前韩服他们有的哦 那这一次调整之后呢 他把所有出现的Boss 全部的生命值 通通都调低啊 那你只要干掉怪物的时候呢 只要有打到Boss的这个玩家 都可以去获得这个综合的硬币箱 好 接下来呢 就是新增一系列的收藏啦 这边有看到哦 它就包括了四种高阶的绿色的哦 十种稀有的 还有八种红色的 所以你看哦 这边的话呢 主要就可以拿到一些这个命中 包括近距离的 远距离的都有啊 所以你看 绿色的 蓝色的 都有 那下面关于之前有一些底比斯 欧希里斯 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底双刀 底符文件这个东西 以前的话呢 是没有收藏嘛 那这一次改版之后 也把它追加进去了 刻印的跟非刻印的都有 从加7 加8 加9 通通都有这个对应的这个收藏 好 那红色的部分 恶魔王的 就看到这边了 就是一些加7的武器 你就可以去获得这些攻速啦 无视障害减免啦 近距离暴击 远距离暴击的这些能力 那另外下面这些呢 也是新的哦 这个是骑士装备 但是就是骑士什么单手剑啦 双手剑 骑士斗篷 等等的这些装备 加5加7 这边全都是红色的 那可以拿到对应的这些能力 算是相当的不错 好 再来呢 我们看到这一个礼拜的 周末制作礼包啦 这一个礼拜的这种礼包呢 相信大家看图 基本上都可以说故事 这个都已经出过啦 那再来下面的这个限定制作呢 大家就看一下图片啦 这一个礼拜的礼包 跟他相关的一些制作 基本上来说都跟之前一样 那礼包的部分呢 也算是跟之前也都差不多 大家都可以看图说故事 好 那值得留意的是 说话之导这个技能箱又在推出了 那一般服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 雅丁商城交易品里面呢 他现在追加了新的道具 就是催化石 以前没有催化石嘛 那现在他把这个放进去了 所以如果说 你要补饰品的话呢 是可以从这包里面 去换到一些 这个数量来做使用的 那除了上面这些活动之外呢 官方其实他们也举办了 一系列的这个夏季活动 我们这边就快速的 带大家来看过 这个其实跟之前很像啊 这个去年其实每一年都有推出过 那下面的呢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一下好了 来第一周呢 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这个龙之杀肉 不过这是冰之龙之杀肉 再来下一个第二周的 他就是配合这个计票的啦 购买计票之后 你就可以慢慢的签到 然后去拿取这个对应的奖励 再来第二周 同时还有这个隐藏的冰之宫殿 里面呢就会拿到这个箱子 打宝箱 然后拿到箱子 你就可以拿到一些很不错的奖励 再来第三周呢 就是这个烈焰地间 它的凭证掉落变成是两倍 好再来第三周 还有一个活动 就是呢 你只要在单人的这个地间里面 去参加一个活动副本 就可以根据你击下怪物 来获得不同的这个奖励 再来第四周啊 就是这个奇岩地间的凭证数量 变成了两倍 除此之外呢 还有这个松木魔杖 雪魔松木魔杖活动 再来第五周呢 就变成黑暗修炼地间的凭证 掉落变成两倍 好那同时 也会有这个世界boss的活动 你只要干掉冰之女皇 就可以获得额外的这个奖励 再来第五周呢 嗯 它是做一个合作的庆典活动啊 大家如果知道是什么的话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 好这影片呢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啦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